我就随着开口都还没有什么不良的劳动机 也没有反复大的劳动机 我就随着开口都还没有 没有什么不良的劳动机 也没有反复大的劳动机 但是因为关键是他跟他说 我刚刚就跟他讲的 我没有什么暴力物 也没有 我会有反复大的劳动机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暴力物 113年7月22日七十五十八分 一名年约70岁中信民众 于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下18号报到会台 办理长龙航空BR712飞往上海登机手续 报道中突然称其托运行李有手榴弹 航空公司立即通报本局派员到场 检查其行李并未发现爆裂物 并加强该班机旅客首席及托运行李案件 全案依民用航空法第105条遗售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体育幣100万以下罚金 本局在此呼吁民众出国切入已身世法 以免遗期恐慌影响机场秩序及危害机场安全